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这个地理 你看这个轮 奇轮明早唐雨 生年始 是 梅水长流生灵显破佑 奇轮 那么奇山 奇山呢 奇子的山 这样就像奇子一样出征 就往那边出征 往后面那边出征 绕了正过 很长 在美龙这里 奇轮 层层叠叠叠了 绕唐雨 生年始 就是这个为妙了 再来 梅水长流生灵显破佑 梅呢 这里一个地方叫奇梅高中 这个水是美龙溪 后面出来的很庄严 所以这个美龙这个地方啊 西山 美龙两个都相互 都把它阐述了进去 在美龙全省 以前博士最多的是在美龙 在这里呢 没有出博士的 就算很奇怪了 但是在我家呢 如果出我们家家出博士才奇怪 台湾早期我们一些知识层面 比较不够 所以美龙这里的博士们 为国家奉献很多 把社会整个的 社会人文制度化的基础 在美龙的博士们 真的他们功德很大 那么就奇山 有奇壁有谷 奇山呢 里面就是六龟 六龟 再进去有好地域 很多数未来也有好一年 我们可以再进去找 那个洪水宝地 是在 什么通室 庙通室 在庙通室后面 有一块洪水大壁 那个也是当庙 但是没有人把它盖上去 还没有 还留在那边睡觉 这个为什么美龙这边呢 出了人都比较会读书 那么他们 北边那边呢 就比较不会读书 因为你看战争 旗子 旗子这样来的话 里面后面 跟在旗子后面的 是这样帅 而前面呢 都是冰 冰 冰就住了 冰就住了 所以哈 也就是必然的 我不能一直这么讲 齐山都搬到这里住 齐山那边就不要住 不是这样 现在已经太平盛世 冰降准 都同样的 有功德 构建甲园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齐山呢 刚好 这个高速公路 拿到高 把整个水口 守住了 所以齐山里面 就开始也会发达 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 义民庙 我在已经第四次了 带着我们的同学来 平常的庙 我要到那边教学 就不好意思 义民庙 义民也很慈悲 他说你尽量带有缘的人来 来解解善缘 做风水你去讲 反正你再怎么讲 他也不会跑掉 所以我就带着 有缘的同修 来 第一次来 我就发现 义民也里面的炉 这个炉 真的很好的炉 好像第一次来 炉欸 很短话 炉 这个一脚要在前 两脚在后 这个炉 这个脚 要在前 两脚在后 我看了 以前 别的地方也有 两脚在前 一个在后 那 就是 慘败隆 慘败隆 你们家里的香浓 不要电脑放喔 你如果死 你电脑放回来了 这样来 两脚在前面 一路在后面 那是 慘败隆 做事也 講 講 命 廟也一样 家庭也一样 公司也一样 那么 这样往外 就向外 發展 兵将 那么就 开始 就大家 你们戶啊 神将 就开始往外面去努力 就打拼 如果掉不来 那么 主帅 喊 收兵啊 抽退啊 花啊 全部回来了 迷你嘴 不敢出去 哦 那我今天就是 来得 听得到 听得到 哈哈 这个 我们一般人 一般住家人 儒 是这个大法爷 所以 一个最高的禅机 禅的境界 神 护寡神将 一进门 就看儒 是认儒咧 人 认这个儒 还咱那主人 任儒 在 护 这个主人 就是儒助 儒主 儒主 是他们来 好 以后 你们帮人忙的时候 到他家里 要注意 看他家的神明儒 如果 点的话呢 你叫他将 掉过来 好吗 这样 也是风水 不然风水就错了咧 好啦 再来我们这个 中庭 好 我们这个 中庭 如果望运的时候 中庭 要把它打开 中庭 望运就要打开 如果摔运 你把它盖起来 就没有关系 但是 现在已经 早去年 开始 走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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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这一打开来 也不错 我们什么时候再来 美国飞离去 还更早 还更早 那个是 62年是欢休 欢休 哦 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 四 哦 这个 那哪 就会 如果 到山运 到山运 到山运的时候 民族都要抗 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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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抗 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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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它掀开来 就要盖起来 山运就要盖起来 现在 就是海走望运的时候 让里面的气 你知道吗 转 因为在山运是入囚 我们也会讲一下入囚 困掉了 山运的时 就困掉了 那困掉了 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就没输了 那山运到山运 要几年 八九一两三 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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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之后 在到山运 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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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的 一百年 地板 給他小小一點 那時候就有大家多平安 這個中庭 一般我們住家中庭 沒做什麼 盡量不堪堪 讓他能夠氣能夠通 這樣是懂得想好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在義雲爺義雲廟的前面 看後山 後山非常莊嚴 而且非常美 像是金高玉 金高玉 後山 從上面 一個平平一個土星 最高的那個是土星 一直溜下來 這個 義雲廟的後面 一個圓圓的 圓圓的山 叫做金星 就是五曲 金星 上面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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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好,這個也像是一個左斧,斧星 那個斧星,後面再一個小尾巴 又像一隻獅子,這隻撒下那個 那個斧星,那個斧星向著這邊 左邊的是斧星,斧斧又斧 都有尖尖的,甚至天氣的 你看得不很清楚,不然後面那個火星 火星,下面凹下來 那個地方也是像火球會的 也是火星,斧星,斧星 走斧又斧,走成像又成像 這裡為什麼皇帝沒有出來 原因呢,就是後面那個斧星 最邊,最後面那一個山 如果那個山,他不要拿到前面平平上來 後面那一個,像一個尾巴那裡 拿到這裡來的話,這裡就會出風了 好嗎 昨天呢,各位上課啦 講那個斧星,外面那個斧耶 他是向外的喔 向外呢 就不對,要向內 來拱這個主人 所以沒有出農地 出不成 這樣而已,這裡沒有 左成像沒有隔魁啦 隔魁不夠 好啦,下來 留下來是金星 啊,金星左斧,右斧 那麼,左倉 右邊看過去,這一個 叫像倉庫 這條山,第二個山 就是倉庫 這條山,第二個山 就是倉庫 倉庫山 這批庫山 這批庫山 那批庫 這批庫 這批庫 左倉 中間那一個 中間那一個,就像倉庫 中間 留下來 那一個 你設計嗎 那一個 叫做 庫山 倉庫的庫 庫山 庫山 這一個 在我後面 那個 蒼山 左倉 左邊村 架邊口 然後再來 一個 最重要一點 金銅玉泥 金銅玉泥 金銅玉泥就是 lie 竹竹 舟 走 江 從 地方 走 黃 全 這樣 都是 還有 雲泥 玉泥 金銅 對 金銅 构 雲泥 Iris 這種底 就很難找囉 在台灣沒幾位咯 在這裡咧 所以這個是好地理 那麼前面巷出去 朱蟹 朱蟹是大明堂 朱蟹的明堂 看得很遠很遠那邊 還才看得到山 看得到很遠的山 這個明堂就很寬廣 很寬廣 那麼這個 再來咧 前面這個明堂 我們這個明堂咧 就像 這個叫做 我們叫做 文武百官 文武百官 來朝拜 木木巴花來朝拜 所以義明爺 這個主神 下面很多 這個犧牲器 他們都為 為將為兵為帥 所以 在這個寶地 這個地方 才會出很多人 才當時 乾隆皇帝 他用寶 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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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義明爺 也 風水 就這麼妙 那麼 我們來就要看 後山 好 帶來 各位去看後面的山 好 現在我們過去 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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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爹呢,還是做功課的而已 所以不會出來大大增值 用出個大家團結的力量的頭而已 那麼你看,最高土星 上面四方的叫土星 土星一直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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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到那裡下來,再轉過來 轉到後面,後面這裡 一個金星 一個金星 在好幾年前,這裡的人 把房子蓋在這裡 拿瓶在這裡 結果住在這裡 出的小孩不是很正確 糊裡糊塗 打死百姓,打死警察 當時咧 在社會上轟通意識 因為住在後面這裡 他不能比義民爺大 而且咧 你在這裡把義民爺 這個地裡破壞掉 所以 後來咧,就敗掉了 敗掉了法院拍賣 所以 要把它產平 以後咧,回歸原來 然後這塊地咧 整個 法院拍賣 所以 我們 不要隨便去破壞 一個 地裡的龍脈 你破壞了 不是 別人不好 而是自己不好 那已經敗掉了 現在產平 回歸 要拍賣 我還要求咧 我們這裡的 當地的大家 有人發大怨 發大心的時候 到時候買起來 捐給 義民爺 讓它更廣 一個空間 當然也是很好 或是義民爺廟 大家一起能夠買起來 當然也好 不能再讓別人買去 又亂蓋 一蓋的話 對整個 這個附近的村莊 居民 村民 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那麼 我們這個是做 前山訓相 前山訓相 前 它就五曲山 五曲星 所以後面 這個山形 矮矮 後面那個山星 這個也是五曲 它的五曲威不夠 五曲這個山 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哇 出來的 你就不得了 只能這樣 當為義民廟 是非常好的寶地 這個是這樣來 再來 它的門 原來門開在這邊 這家的門 門一千斤 黃子四糧 門出來 你看 你看 向這裡 中進 向中進 後面 右邊 你看 中進 那個山 白虎荒 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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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白虎 接到這一棟 義民廟來 叫做 老虎獻鑿 好嗎 叫做 老虎 白虎 獻鑿 傷人命 喔 會出 凶神惡煞 也會碰到 凶神惡煞 所以我們 蓋工廠 齁 我們出去囉 非常 重要 好 千斤 處死鳥 好 黃子不怎麼好 你大門開好了 也沒有關係 最起碼 還是會平安 所以像這個呢 出來 好邊都要管 好邊走 走 走到現場 一個一個滾頭部 一個一個鼻 一個個黑 你看 所以這個家 很不幸 就是不懂的風水 如果有請 這個地理師來看的話 如果開這個門 這個地理師要護英國 喔 地理師要護英國 為什麼 門家向這裡向 喔 我們不能說 這個人 原來就不好了 這樣是英國報應 也不對 既然 你請地理師有學過了 你不應該 門開像這樣 這樣造成受惠別人的受害 喔 他的糊塗是傷害別人 喔 不是利益他的人 若是 當時這個門 喔 最起碼 按照這個路向出去 也沒有關係 所以 向著路出去 喔 所以起碼 好鬥 不傷人 不殺人 喔 所以這個 你們以後 看到有人住家 面向的廟 寺廟這個 中式這個 那個出了 叫凶神惡煞 喔 那一個 叫殺人不眨眼 都會出來 喔 所以這個地理就是這麼廟 而且再進來 你們看到 一進來 這裡是尖尖的 有沒有 這上面這個山上尖尖的 也是火星 灰切 火星內也動 啊 外也動 啊 你在這個 我們開這樣來 整個眼睛 右邊看出去 看出去 這邊 你看 火星 都叫做火星 都叫做火星 廟周 都叫做火星 廟宇 的頂尖 都叫做火星 喔 好啦 再轉回來 喔 你看回去 也是火星 那裡也是火星 那裡也是火星 他也灰千 他也灰千 喔 這個就等於是 住在 煉獄 煉獄的地方 那地方的地方 那麼出來的人 住在裡面的人 他真的也很可憐 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幹什麼 人之吃性本善 啊 為什麼變這樣 環境的關係 眼睛 環境的關係 傳日四田 傳日新田 然後 再轉化回來 那那個 啊 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糊裡糊塗事啦 就很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 啊 傳給大家 啊 看風水的荒華 這是最基本的 要懂 啊 門出去 如果看到不好的 壁刀啦 黃子尖尖啦 或者亂七八糟啦 或者山右邊很高啊 這個門呢 啊 出的人呢 在外面都很不順利 啊 裡面的不順利 就是 裡面的不合風水 啊 家庭健康 啊 就比較差一點 啊 外面 所碰到的受惠問題 會很多 啊 所以 這個地點啊 也是我們 教學的 一個課程 啊 以後 你們如果碰到 啊 有人住在廟旁邊的 你們就要小心 凡是 啊 廟在右邊 眼睛刺激 看得到了 尖尖的 都是火星 出來的小孩子 以後 不是碰到 凶神惡煞 就是自己當 凶神惡煞 啊 一定是這樣 絕對 不會 啊 那個 爽約的啦 我講的不會爽約 一定 會按照那個去 產生報應 好嗎 哦 再來 我們的門 住家的門 就不能這麽高 這麽高 上面花個石頭 這麽高的 就監獄的門 你看 兩邊 就監獄 啊 右邊 手上去 齁 然後一手上去 上層路上 好便 我們工廠 住家 學校 機關 我們像出去 右邊絕對分高 像這樣 十做 九錯 十做九錯 哦 所以 這個 我們這個 風水啊 影響社會 太重要了 啊 我也看過好多好多的應驗 啊 所以我 積極 要把 將風水傳到 我們國外去 大家 做今天 這是最基本的 法則 希望你們把它記住 以後 出去了 看哦 有緣喔 告訴他 你是救了一個社會 不是救了一個家 不是救一個人 是救一個社會 哦 懂嗎 懂 啊 剛才 前面 香爐 金爐 在虎方 我們一般 金爐 不要再太近的虎方 啊 而且 我們是 做前山 前山 啊 啊 是水金 啊 虎方是火 火火過盛 來課金 啊 這個 也不是很妥當 啊 好了 我們今天 課程 就到這裡